由于本人一直使用的都是笔记本电脑 所以此前对于显示器之类的配件关注的并不算多 但是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显示器真的是长得太浮夸了 已经超出了我对于显示器这一品类设计风格的认知范畴 它就是联想Q27Q故宫文创联名版 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经历不忘的显示器 我都不敢轻易用太隆重了 别的不说啊 沐浴啊 焚香啊 沾浴三天还是比较深情的 大家好 这里是火星太阳咨询社 我是 不不不 正是三尼腾 欢迎收看正的本期视频 在细看这个显示器的设计细节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硬件参数 毕竟这款显示器的普通版实际上在去年已经推出过 联想Q27Q采用了一块分辨率为2560x1440的27英寸显示屏 IPS面板让显示画面更为突出 可视角度达到了178度 覆盖了99% sRGB宽色域 sRGB宽色域 因要求不是特别高的用户也免去了外接音箱的热闹 在接口方面拥有HDMI1.4和DP1.2双视频接口 以及3.5毫米耳机接口 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连接多种外设 满足自己对于大屏的使用需求 不过没有USB Type-C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无法像我之前用的ThinkVision显示器一样 和ThinkPad来一个一线连接 直接使用显示器来读写数据 但总体而言 联想Q27Q单作为一款显示器 它还是非常合格的 在结构设计上 联想Q27Q采用了比较简洁的单支架结构 整机分成三部分放在包装里 并且附送了简易版螺丝刀 安装起来非常方便 前后加起来只要短短几分钟就能组装完成 而且这个支架支持-5度到22度的扶养角度 可以根据自己的坐姿习惯 调整合适的可视角度 非常方便 而在外形设计上 则是这款显示器最大的亮点 底座、显示器背部和显示器正面 都拥有统一视觉效果的龙纹 根据官方的说法 是参考了藏品相色 断绣云金龙纹夹旁 完全遵从原文样设计 并加入了科技感十足的刻线 底座上还有宝运楼雕刻样logo 联想的品牌logo也采用同色系的设计 看起来非常统一和谐 以黑色打底的设计风格 也让整个显示器的气质更加庄重 有种历史与科技碰撞的新鲜感 整体设计绝对是让你过目不忘的类型 这样浓浓的中国风数码设备 你是否喜欢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